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买私家车的越来越多了 可是这么多的私家车管理上也造成了难度 近年国家新出来的一些法律法规 以下无种违规不再扣分而是罚钱 让小编带大家看看是哪几条吧 第一项就是站起车道 对于机动车占领飞行的车道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以前对于这种行为都是扣分 现在是处于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项就是违章停车 因为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 而停车位也有限 所以违章停车的现象屡线不线 对于违章停车的现象会罚款200元 第三项就是车窗车尾安放挂件 很多人为了装饰爱车 把车内布置的五花八门的 可是车窗房挂件在出现车祸时 很容易伤到车内的人 这种情况会处罚200元以上 第四项是车内必须安装车载密火器 现在车内发生火灾的事件增多 所以国家规定必须要安装密火器 否则直接罚款200元 最后一项是开车扔垃圾 要知道开车扔垃圾不仅会影响道路卫生 那有可能造成安全问题 一旦遇到断扔垃圾 将会被直接罚款200元 小编觉得国家出的这些政策 就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所以要谨记遵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